中共各方面的罪惡不單是針對法輪功學 還針對其他的善良的民眾 中國的民眾都受其害 所以在香港來講 我們也看到在這個所謂一國兩制下 香港的人權自由各方面 越來越受到剝奪 越來越受到壓制 現在到了這個時刻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他搞了一個所謂的引渡惡法 出世了 更多的更多人覺醒 他們能夠認清中共的邪惡 所以有一百萬人兩百萬人出來遊行 所以我們看到 大家越來越多的人向中共說話 在這次事件中 我們也看到香港一些當權的人士 當權者 他們如果越是不肯撤毀惡法 不肯改正錯誤 就只為出使更多的人認證 後面中共的邪惡 我們看到最近一兩年來 全世界的一種 傾刺迅速的上揚 正義力量越來越大 他們都紛紛站出來反對中共 抵制中共 這種虛勢的局會越來越強大 我看到的就是 我們相信在破太久的將來 我們會迎來這個迫害的結束 以及普世紮吉的光輝全世界 光明的未來 有一天 對於那些能夠守住良知人 一定會到來 好 謝謝你 接著上我們的結束節目 接著上我們的結束節目 大家可以加上我們的結束